来源 公众号体育大生意 本文作者 钟兰 体育大生意记者 10月20日正处于大股东转让股权阶段的CBA 上海碧莉碧莉南兰举行新赛季出征仪式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 初级新闻发布会的除了上海市体育局 新任局长徐滨领衔的一众体育官员外 俱乐部高管层面只有总经理王群亮相 而持有上海南兰60%股权的大股东姚明 俱乐部执行董事张明基等人均未露面 姚明以及姚之队成员的缺席 是否意味着姚明已不再是上海队老板 换言之他是否已经将所持有股权彻底转让了出去 而在此之前 护上篮球界一直疯传 这次发布会的最大主题其实是球队官方宣布 姚明的股权转让问题 上海南兰举行新赛季发布会 姚明与上海九市集团的代表军未露面 最终在10月20日晚上 上海俱乐部官方正式发布消息 宣布姚明辞去俱乐部董事长 并与上海九市集团签订股权转让一项书 姚明从此不再参与俱乐部一切事务 但知情人向体育大声一强调 姚明与上海九市集团签订的是股权转让一项书 球队整体价值还需要根据后续的资产评估结果来确定 其实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徐斌也简略谈到了这一问题 俱乐部原来的股东姚明 先生会在新赛季开始前 对自己的股权做出一个实质性的安排 我们不管姚明还是不是球队的股东 上海市体育局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球队的发展 所谓的实质性安排 师兵并没有给予进一步的解读 但据体育大声一求证 姚明团队其实近期一直在与国资背景的上海九市集团进行深入谈判 鉴于赛季日益临近 姚明决定先与九市集团签订股权转让一项书 将自己持有的上海南篮60%股权 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上海九市集团 而这个价格将根据后续的资产评估来确定 众所周知 原本CBA联赛要在10月21日就正式开打 而上海南 篮此前一池池池没有举行新赛季发布会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双方达成一个正式协议 然后在发布会上予以宣布 但很遗憾 截止到目前双方达成的人只是意向性协议 没有完成正式签约 所以在本次的发布会上 既没有出现姚明团队的代表 也没有出现上海九市集团的代表 针对姚明团队与上海九市的谈判 上海市体育局在新闻发布会后 一度对来参加发布会的上海媒体提出一点希望 鉴于上海对股权转让还没有最终确定希望大家不要做分析解读 据体育大生意求证目前上海队的股权情况如下 姚明个人持有上海南南百分之六十股权 而在2016年上半年 华人文化光大体育以及另外两家资产雄厚的央企与姚明达成协议 四家机构获得了上海南南百分之四十的股权 目前在上海市体育局的协调下 姚明有一项将自己所持有的百分之六十股权转让给国资背景的上海九市集团 由于双方处于意向转让阶段 求对估值仍未确定 所以上海九市集团站位与华人文化等四家小股东谈判 未来不排除四家小股东考虑也会以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将剩余的百分之四十股权转让给上海九市集团 不过就目前疯传的上海南南五亿元估值 四家小股东并不十分认可 认为未能充分体现出小股东的利益 真正的估值应该由后续的资产评估来决定 不过对于曾承诺要在新赛季开始前将球队股权转让出去的姚明而言 他此刻最关心的并不是球队的市值 而是要兑现承诺在新赛季开始前 实现管办分离后 整体商业价值正在逐步提升 在这个当口选择出让球队 从纯商业角度而言并非一个明智的抉择 新赛季CBA招商赞助共分五个招商级别 虽然目前仅有是7家赞助商 但具体育大生意足略估算 总招商额度已经突破7亿元大关并超过上个赛季 而且这还是在新媒体版权没有说出的情况下 CBA联赛整体商业价值的提升也带动了各家俱乐不估值的提升 尤其是在CBA推出的五年竞赛规划中 暂时不打算扩军的情况下 CBA二十支球队的升值空间变得更大 此前CBA第一股广州证券南篮 新三板股票名称龙石篮球的老板周乃雄 接受体育大生意专访时表示 他认为CBA最顶级的球队的估值完全可以达到35亿元 堪比NBA市值最低的提湖队 而随着CBA逐步实现职业化以及优质资本的进入 CBA球队市值的攀升速度也有望像 NBA一样进入快车道 未来必肩NBA也并非不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 钟乃雄的判断其实也是CBA各队老板的共识 除了龙石篮球挂牌新三板外 同西篮球和偏金龙刚野军正在申请挂牌新三板 据体育大生意了解 三家球队的目标均是希望球队在挂牌新三板后将市值快速提升 至少突破10亿元大关 此外据未经证实的消息 先中国首富马赢正在积极与浙江一支篮球队深入谈判 而该球队估算的市值也已非常惊人 姚明与马赢 在CBA球队市值有望攀升进入快车道的大环境下 在加之上海南篮的成绩正在稳步提升 如果从纯商业角度而言 姚明选择在这个当口出售球队确实并不明智 但为了避嫌 同时将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篮球事业中来 姚明在出售球队意识上早已下定决心十分果决 所以姚明并不十分看重球队的估值 他需要的是将上海队交到一个真正有热情 决心将上海队做大做强的投资人手中 就如同2009年姚明接手上海南篮时一样 时间回到2009年3月 在上海南篮连年亏损并且总负债额高达1亿元的情况下 原本的球队挂名赞助商兼运营商西洋集团 宣布提前终止5年投资计划 一时间上海南陷入很可能在2009至10赛 即无法征战CBA的窘迫境地 此后在上海市体育局的牵线下 从上海南篮走出的姚明决定介入 最终上海南篮当时的三家股东文广传媒集团 持股50% 上海职业运动技术学院持股40% 以及上海虹桥机场持股10% 与姚明达成协议 三家股东同意将球队先期托管给姚明5年 在这5年间姚明负责给球队注资并享有运营权 在持续运营5年后姚明才能正式成为球队真正的球队所有人 最终在姚明持续为球队注资5年后 在2014至15赛季开始前的2014年10月 姚明才以上海泰戈沙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名义正式完成股权修购 姚明的头衔也就此从上海对投资人转变为上海对对真正的老板 据说 鉴于上海对当时每年都要亏损2000万左右 姚明运营5个赛季单单净亏损就已过亿 这些亏损在2009年就已约定也属于收购成本的一部分 所以姚明在2014年完成股权交接时 据说真正支付的金额仅为2000万 姚明执掌上海南篮时间前后共计8个赛季 最好成绩未常规在第三20162017赛季 继后在四强20092010赛季 姚明曾表态要将上海南篮打造成百年老店 但客观而言没有真正失业的 她是CBA所有老板中资产最少的一位 在2016至17赛季之前 她执掌的上海南篮除了一次杀入季后在四强外 其余赛季缺乏很亮眼的成绩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姚明个人的资产 俱乐部的投入力度有直接关系 具体与大生意了解 姚明接手上海的八年中 球队净亏损已经达到了一六亿元 而在2014比15赛季后半段的某场惨败后 有球迷对着看台上的姚明大喊 说好的百年老店呢 你接手已经五年了 据说球迷的那一嗓子在事后让姚明也很受伤 此后姚明开始由以为球队引入战略投资人 最终在2016年初选定了华人文化等上述四家投资机构 新股东的加入也让上海南篮在接下来的2016至17赛季 打出了常规赛第三的姚老板时代最好成绩 在这期间 如你所知 姚明在2017年2月23日全票当选中国拦写主席 为了避嫌 姚明在当选拦写主席的第一时间就明确表态 自己从当下就不再参与俱乐部管理 俱乐部将交给董事会运营 而自己要做的就是将会在CBA的2017至18赛季开始前 将俱乐部股权转让出去 下个赛季开始前 我将为上海南篮俱乐部寻找一个新的有热情的投资人 正是为了确保上海南篮能找到一个可靠的投资人 姚明和上海市体育局重点在上海市国有企业中进行了筛选 最终敲定了有国资背景 在体育领域布局广泛的上海酒市集团 据资料显示 上海酒市集团成立于1987年底 是一家国有投资经营控股公司 该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高达252 7亿元资金等级为阿吉 公司坚持政府投资主体的定位 以政府性项目为主要投资方向 不具产业领域广泛而在体育领域则专注于优质赛事的运营 上海南篮官方宣布姚明正式退出上海南篮俱乐部 此前上海酒市集团已经拥有运营权的顶级赛事分别有F1中国大奖赛 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 国际田连钻石联赛 上海战 上海ATP1000大师赛 国际气连世界耐力锦标赛 上海6小时分战赛 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等六大国际体育赛事 以及拥有自主IP知识产权的中国坐标 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 此番上海酒市集团成为上海南篮大股东的意向收购方 如无意外将在近期正式与姚明完成股权交割 并在未来有望以一个合理的价格 从华人文化等四家小股东手中完成股权的集中 如此一来 在上海酒市集团以上海南篮为旗帜 有望进一步激活上海市体育产业 而这无疑是上海市政府最希望看到的 祝体育大生意记者附正浩对本文艺有贡献